台湾史上的政党轮替 而民进党立委他们就质询的时候就质疑了 国军对新政府的忠诚要求在这就职的当天 国防部所有营区都得挂上蔡英文的预兆 而且透过军令跟画出面要宣誓效忠 不过事实上这军队国家化早就行之有年 更是基本的常识 委员的要求民众听了梦摇头 第一女总统准备要当家 不过民进党立委却似乎对国军忠诚度没信心 有听到许多的传言 但我零可相信它不是真的 就是对于说有一些国军会认为说 女性的总统能不能担任我们领导的这样的重责大任 不论是谁只要是担任我们国家的元首 我们的领导人 我们就会对他百分之百的效忠 你们应该要透过我们军方所有的刊物 告诉国军全体的官兵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市长这个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毕尾这么担心民进党的女三军统帅难以号令国军 其实都来自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经验 国军依据宪法 服从国家严守 俗行保卫国家安全 保障2300万同胞的父子 其贯彻政府政策的职责与使命 当年陈水扁上台军心浮动 前国防部长汤耀明特地对国军部队发表演说 宣示效忠新政权 这是唯一一次在政党轮替后 国防部长在镜头前稳定军心的谈话 2008年马总统上任军方一如往常 军队国家话也慢慢上轨道 国军部队为国家而战 早就是全民共事 中华民国历经五次总统大选 三次政党轮替 却依然有立委担心国军不服小英 民进党护主心切似乎过了头 借讯续送账战先来报道